好,今天要來用這幾台MS170的 大概目前看起來有1,2,3 不是,這一台上次已經清洗完畢了 最主要今天要用其他的這幾台 那接下來就是拆解過程 跟清洗 那這一台用好了我們就先放 那最主要我是要看他的氣缸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就是拆解了 好,我只能你用為了這一台 再煮一隻 撞一切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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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來都是拆卸過程 那拆卸過程已經這一篇都有做過了 那比較困難的部分也是拆這樣子而已 那接下來就不錄影了 直接拍完成的照片給各位看 已經初步用之前製作的清洗槽洗過了 那雖然不盡理想 但是清洗槽裡面我是用一點點洗碗精跟水 那很多細部的地方比較沒有辦法去洗到 不過還是能洗到80%以上 清洗出來的效果還算不錯 尤其像這種很多縫隙的清洗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而且速度快很多 你看大部分還是能清洗的算比較乾淨了 那最後再用汽油洗一遍 那就OK了 最主要是速度的問題啦 速度會快很多 好那接下來就是繼續清洗這些零件 那清洗過程就不錄影 今天是2017年12月1號星期五 那今天已經將機器全部清洗完畢了 那我們大概來介紹一下 像這個機身機殼大部分都已經清洗得很乾淨了 這個機身都已經清洗得很乾淨了 啊有一些會有燒焦 可能是機器設計的問題之一 不過其他兩個狀況還算不錯 啊也都洗得很乾淨了 啊總共有三個 三個機身 啊引擎的部分 啊再來介紹這個 這應該是機油 機油斧 有三個 那目前看起來狀況都還不錯 那把手 有三個 啊這個 啊這個 把手 有兩個 那等一下我會大致上把一些零件比較齊全的把它組裝在一起 那七缸的部分 有一組 狀況好像還不錯 這一組 這一組 這一組的七缸狀況好像還不錯 這一組 這一組 這一組狀況還算不錯 可以可以把它搭配成這個 那目前看一下磨損程度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接受 那這一組就沒辦法了 這一組整個爆掉了 如果趨走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電盤也有兩個 也有兩個電盤 氣缸這一組的話 這一組也是 氣缸這一組應該還可以 不過它有爆掉的問題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那我就先把一些可以安裝的先安裝回去 那一樣 那耐高溫的機油還是要先補充 因為清洗過程現在都用高壓清洗的 所以它很容易就把這些油會洗掉 還是要補充它 那我們接著把氣缸先裝回去 那氣缸它都有設定這個防呆的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一組氣缸應該還不錯 稍微轉一下 順了就可以裝這個 看一下 170 180 應該只有氣缸大小不一樣而已 那這個趨軸蓋應該都一樣的 那這邊有斷掉 斷掉一個散熱片 不過應該不影響 那目前聽一下聲音 它壓縮應該還算不錯 而且這一組的氣缸收克丁還可以 那這一組爆掉的 看一下 屈走還可以 一樣啊先把它裝回去 反正要不然零件這樣子丟也是很麻煩 這一台應該是180的 那今天已經將這四台 一樣零件的都整理好了 都已經清洗完畢了 這一台缺的東西算少的 不過還是缺很多啦 那我現在就是賣這些零件 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聯絡 那這一組氣缸我有空再來試看看 它氣缸是否好 是好是壞 那目前測試應該是好的 有需要的也可以跟我聯絡 反正你買回去不能用就拿來退錢就對了 我這邊的原則都是這樣子 買回去不能用直接退錢 那這一篇的零件檢視就到這邊了 好謝謝各位觀賞